吹捧自己的英文自吹自擂要怎麼說呢 好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期讀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几篇 到底是吹什么 吹捧自己在吹三小呢 来 我们看第一篇 还没有讲到 反正慢慢看下去 So I am a corporate lobbyist If anyone works out that people can just email politicians publicly available email addresses and ask them for stuff without paying my agency thousands of quid the whole business model is fucked 好所以这很酷 这个只有一个句子 两个句子 我现在看完之后才发现 就只有两个句子而已 所以第一个句子 就是把他的背景讲清楚 I am a corporate lobbyist corporate的意思就是企业公司 所以他是一个替企业来做 lobby这个动作的人 所以他就是lobbyist lobby是动作 哇塞 你可能想说lobby这个字我认识啊 hotel lobby 所以hotel里面的那一个大厅 就叫做lobby 或者任何的建筑物里面的大厅 的概念都叫做lobby 大概是 那什么是lobbyist 在大厅晃来晃去的人吗 没有错 这个我们叫他政治税客 OK税客 那多半可能是 我们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美国的那个那个国会啊这样子 那那这些政治税客可能都是在就国会议员退休的 那退休之后就可能被私人企业延揽去替他们做税客 那他们就可以利用他们先前的这些人脉的影响力 然后就站在国会的外面的那个大厅 等他们开完会出来的时候 觉得 这个赵兄好久不见 这个陈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前 然后就拔干净一下下 然后说 你知道我现在替什么公司工作 那他们很希望某一个法案能够通过 然后说不定私下还能够我差点讲出贪污这种字眼 不过可是你知道你捐钱给政治人物来买通一些关系 这是合法的其实 可能你不知道 但你现在就知道 事实上他们做一些政治捐献是合法的 所以真的是用钱来去买让一些法案去过关 好所以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I'm a corporate lobbyist OK政治税客 那那问题是他就坦白了一件事 我先把这个讲一下 就中文的部分就是 如果有人既然 就搞清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你其实可以直接写信到你的 就你的那个local的那个 像例如说你的 你像你选出的议员 那那个议员事实上是应该程度上听你讲的话 因为民意代表之类的 也是要反映民意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搞清楚的 就是你只要去接触那个人 他就可以替你发声的话 那我这个政治税客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了所以就说 If anyone works out 这里有workout并不是说去健身 因为我们知道workout常常是健身的意思 但这里的workout是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这样子 像如果你现在在做一个数学题 然后很难解出来 只有终于解出来 就是I work out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o the math question so you can work out a solution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研究出来 所以 If anyone works out 如果有人把这东西研究出来 that people can just email politicians publicly available email addresses 所以你其实可以直接就email给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公开的email的这个账号 所以这里的people can just email email没问题 politician政治人物 他而且是负数的加一批 所以任何政治人物你都可以寄信给他 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刚讲说你local的名义代表 可能都还是太自我限制的 你如果今天觉得你消美前应该听你的话 然后在美国做些什么什么事情的话 你写个信给他 他也一定会看 最好是 好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email给一个politician的publicly available email address 所以公开就能够去取得的这个电子邮件信箱 and ask them for stuff 你就可以跟他们要求东西了 而你就不用付给他们的公司任何一毛钱 所以without paying my agency 这里的agency就是我的机构 thousands of quid 所以quid这个字我也不是很熟 我查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英镑可以叫做quid 那你讲pound当然也是可以 OK 那他们的那一个整个 他们所以他们的这整个企业模式 我讲企业会不会怪怪的 他整个business model 他的商业模式 就是从事税客拿钱去买同人家 就会就完蛋了 falls apart 好这样听懂了 alright 刚刚讲到quid这个字 随便讲另外一个字 有这么一个词叫做交换条件 quid pro quo quid pro quo 这什么东西 这个交换条件的概念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好像中文还把它翻成等价关系 就你知道quid刚刚讲的是银榜就钱 那pro就是跟他对应或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这里的quid pro quo可以是 像例如说 我们说抓到嫖客跟仓妓在hotel里面做事情 然后你们有没有在买春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身上有2000块 我那2000块是他自己的 而且你也不能证明这2000块 就是跟他来买春用的 对不对 所以要是能够去 发现到这个东西是 真的是有交换的话 那才可以定罪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这个是我初前的了解 anyway 交换了解 来我们看第二个 Wife gleefully showed me footage of two people making out in the alley next to our house grateful for rubbish cctv it was me and her best friend forgot about the cameras 就这样故事结束了 OK 好 这里在说什么 来 好 这第二个故事 所以老婆呢 gleefully showed me gleefully就是这个开开心心的那种概念 OK 好 笑嘻嘻的 很神采飞扬的 所以她老婆呢就很热情的分享了一个东西 老公老公你看看这样子 gleefully showed me gleefully showed me footage就是我们说影片的那一种 就影片简单的说 我今天拍了三个小时的阿里山 那这个三个小时就是我的footage 那你说讲video为什么不可以 OK啦 其实这两个算是在这个层面上是通用的 所以笑给我看了一些footage 不过一般我们大概会说footage就是拍出来的 还没有经过任何剪接的 如果今天你把东西已经剪接好了 完成品了 你还叫它footage是不对的 你大概那时候可以叫它video是没问题 OK 好 给我看了一些footage 也就是的确没有剪接过的东西 footage of what? two people making out in the alley 所以两个人呢 在那个巷子里面 make out 我们就要看一下make out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里其实蛮容易理解 或者我们说最通俗的用法 make out就是亲着 所以看到两个人在巷子里亲着 而且是在他们房子的隔壁 那他们房子隔壁就因为有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叫什么 我一直会讲成闭路电视 可是那是老派的说法 现在说法应该叫做监视器 OK 好 所以在他们房子旁边的巷子有监视器 好 所以make out亲着 那我另外多讲两个make out的意思 一个叫做 If you manage with some difficulty to see or hear someone or something 好 再讲一次 You manage with some difficulty to see or hear someone or something 也就是你设法有些困难的 来去听到或者看到某个人或某个东西 我照具给你看会比较快 你离我假设200公尺好了 但是你有些话要跟我讲 然后偏偏我跟你手上都没手机 你就200公尺外开始对我大喊 200公尺太扯了 我觉得50公尺可能好一点 200公尺怎么可能听得到 好了 50公尺好了 连举例都要make sense 好 你在50公尺外对着我大喊 例如说爸爸今天不回家吃饭之类的 你对着你妈妈喊这样子 然后妈妈就试着听到你 就听你在说什么 所以妈妈就可能转头对我说 我不听到她在讲什么 所以妈妈就会说 I can't make out what she's trying to say I couldn't make out what she's trying to say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没有办法 make out 那个人在说些什么 所以I couldn't make out what she was saying OK 所以这个make out 就是用蛮困难的去想办法听懂 或者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make out 另外一个意思 除了亲热之外 下一个意思 可能你又更少见了 但是既然我们是在上课 我就还是要讲 先读一下给你听 You assert or imply something about a particular person or thing 这叫make out what 所以你去主张一些 或者暗指一些 有关某个特定的东西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在那边说这样子 这样你懂了 你也就不需要我了真的 所以你需要我的地方 在于我召集给你听 然后解释给你听 所以如果今天我对一个东西有什么看法 那我就跟你说 他怎样 然后你发现说 Paul 好我听完你讲的 但是我实际去接触那个东西我发现 好像并不是你这样说的 OK 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不太对 OK 所以我今天举个例子就是 某个电影 并不如 并不像 这个影评人说的那么烂 所以影评人想要assert 想要imply 这个电影不好 但是我呢不觉得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把这句给我读给你听 so this movie is not as bad as critics thought 或think 这是可以的 so this movie is not as bad as critics think 这不是我萤幕上的东西我知道 但是我先把这个读给你听 所以这个电影不如 并没有像是评论家想的那么糟 this movie is not as bad as critics think 但是我们把那个make out插进去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critics 试着来去说它并不好对不对 so我就要把它改成 this movie is not as bad as critics made it out to be 好你讲给母语人士 他一定听懂在说什么 可是这里的make out 对我们华语人士或者学英文人来说 就没那么容易懂 我再强调一次 这里的make out就是 你去说一个东西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这句说的是 这个电影不如我所说的那样那样 so this movie is not as bad as I made it out to be 也很ok not as bad as critics made it out to be 所以这里的make out made out 就放在这里面了 ok 好希望我有解释的成功给你听 我真的觉得这个片语并不是很好懂 回到这个故事 我们刚刚没讲完 所以他就是老婆很高 老公你看你看给他看一个footage 就两个人在他们房子隔壁的巷子里make out alright 那很感激他们这个垃圾的监视器 grateful for rubbish cctv 这个rubbish就是奔首这样垃圾 ok 所以感激grateful grateful for rubbish cctv it was me and her best friend 老公跟这个老婆最好的朋友 事实上躲在他们的那个巷子里亲着 那感谢这个糟糕的监视器 没拍清楚 那他只是忘了有被摄影机拍到 forgot about the cameras oops 好这个故事 很不错 ok 很不错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题目里面要讲的这个 呃 差点讲的自吹喇叭 不过也是一样的概念 自吹字的要怎么说 来吧先读 love to toot my horn as I drive past picket lines couldn't give a shit about why they're on strike I just love the 5 seconds of adoration as they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搞定 好里面的故事 好多画面啊 写的真好 love to toot my horn as I drive past picket lines 光这一句你大概就 我picket line就看不懂大概是 那toot my horn就真的是按喇叭 ok toot my horn 那不见得用toot也可以用hunk h-o-n-k 就按喇叭的动词 那那个喇叭叫做horn h-o-r-n 如果你加个y在结尾horny 那是你很想要做那件事情 色色的 ok想要嗯嗯这样子 嗯嗯会不会想成大便啊 对不起 我想是想爱爱了好不好 想打炮 ok 那那个叫做horny 那horn单纯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是脚 ok 像我们讲说那个独角的时候 unicorn 那因为fine的关系 就把hornh变成了c了这样子 所以unicorn的corn并不是玉米 拜托 好所以horn是有动物的那个脚 头上的一种脚 不是提的那种脚 好anyway 所以toot my horn是按喇叭 那hunk my horn也可以 所以他喜欢按喇叭 love to toot my horn 当他干嘛 当他开 开过 you drive past past something 那这个something叫picket line 什么是picket line 这是一个只会在 某个特定的一个状况下出现的东西 就是罢工 那像工厂罢工好了 工厂罢工的工人多半就会在工厂外面抗议 对不对 薪资不够高或之类的 加薪失败 所以他们的一个规则就是 我并没有翘班 所以我今天还是来上班 只是我不进去工厂工作 那我有罢工的权利 所以他们会设下一个罢工的一个范围跟区域 他们会在那个区域里面进行罢工 而不是说今天工厂里两三百个人 然后就在工厂外面草皮上打排球或之类的 或者大家晃来晃去跟野餐一样 然后就说我们在罢工 并不是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画一个区域范围 然后大家就在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那边就会有条线 那个线就是跟工厂会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你过了那个线就是你 没有遵守罢工该有的规则 所以那条线就叫做picket line 就这样子 OK 好所以当他开过这些罢工的时候 发生的就是picket line的时候 他就会按喇叭 那那些罢工能听到会有什么想法 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是在支持他们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可能举着牌子或之类的 然后你就 然后他们就 举牌给你看这样子 好下一句说 couldn't give a shit about why they are on strike couldn't give a shit so give a shit就是在意 所以完全不在意他们为什么在罢工 所以they are on strike 这个on strike就是罢工 OK you go on strike 就是罢工 罢工的片语 所以根本不在管他们为什么罢工 我只是喜欢 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钟之间 得到他们的一种爱戴 OK 得到他们的这一个 好耶你好棒 因为他们会对他欢呼 那这个人就觉得有人对我欢呼 真是爽爽的 so i just love the 5 seconds of adoration 这个adore if you adore somebody 就是你觉得你好棒 Adoration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adorable这个字 多半翻成可爱 ok so love the 5 seconds of adoration 他就喜欢5秒钟 因为开车开过去 叭叭叭叭 也不过就几秒 right 就当他们展现出他们的感激 因为有人支持他们 他们当然很感激 这样子 好OK 再多一次给你听 so love to toot my horn as I drive past picket lines couldn't give a shit about why they are on strike I just love the 5 seconds of adoration as they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搞定了 OK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诶没有了 已经看完了 讲讲会觉得突然就好像继续讲下去 不行 我有时候还是时间的限制 好我们今天看了三个 好所以希望你今天有学到点什么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